费玉清化疗反应激烈,在病房交代侄子,药葬将会身边,全部财产由张飞来监管,将会痛苦晕倒。 说起费玉清,很多小伙伴应该都认识,著名的歌手,主持人,我们心中的小哥,公认的歌坛长青树,就目前为止,只要一提起这个名字,在很多人的脑海中,就不自觉地涌现出我送你离开,千里之外的声音,一直以来费玉清都是十分受欢迎。 而就在最近,小哥费玉清的寻回告别演唱会正在如期举行,就在费玉清寻回告别演唱会台北站上,小哥在唱完一首晚安曲后忽然宣布,今晚也彭佛是一个永别,我会退得前前静静。 不管日后有任何事情召唤我出现,我也永远不会再出现了。 这也不能说是忽然,因为在2018年9月27日的时候,费玉清就公开了自己的亲笔信,在信中就说明了,将在2019年个人演唱会结束之后,正式退出娱乐圈,但是很多小伙伴都以为小哥是在开玩笑,直到近日费玉清在演唱会上宣布,很多网友才当真。 小哥的最后一场演唱会定在了香港,地点就在香港红看体育场,时间定在了11月2号,因为小哥的每一次演唱会,地点都少不了香港,也算是费玉清对香港乐迷的一个交代吧,也算是费玉清对自己从疫46年的一个交代。 消息一公布,很多网友纷纷表示难以置信,因为费玉清在我们心中的地位,是无人能敌的,不仅仅她的歌声很打动人心,就连她的主持风格也是十分受欢迎,非常的幽默,时不时地就会说出个段子,也被广大段有誉为段子界的祖师爷。 在主持节目中,经常没有征兆的开车,逗得观众哈哈大笑,所以也被网友遇老司机,小S也曾说过小哥的节目,说他的节目是雅俗贡赏,很多段子只有从他的口中说出,才会那么的有效点,很多刚认识他的人,也会很不可思议,像这么儒雅的人,怎么会说出这样的婚段子。 不过这也是早晚要面对的,娱乐圈新人辈出,当然也少不了老前辈的退出,在2018年费玉清公布的亲笔信中,费玉清也表达了自己的万般不舍,不过小哥也已经六十多岁了,也是时候享受一下了,段友们也表示,全体段友向祖师爷致敬。 费玉清退出娱乐圈,我们也阻挡不了,而费玉清自己也曾表示,告别是一件很难的事情,可是在时间的旅途中,我们是天生的旅人,总要不断地向前,而在心底的某个角落,我们却可以为他永久地停留。 所以让我们永远在心底,畅想他的千里之外吧。 费玉清交代侄儿张飞儿子,死后要和江慧葬在同一墓园,葬在江慧旁边。 他除了要侄儿整理自己的墓地外,更叮嘱,江慧阿姨的墓就在旁边,也要记得。 江慧与费玉清的哥哥张飞曾传出绯闻,不过,其实,他与江慧有革命情感,女方曾表示如果他愿意,他会接受求婚。 不过,两人数十年来,都是惺惺相惜的好闺蜜。 有指费玉清在1980年,曾与秀场认识的日本女星安景千惠一见钟情,还订婚。 但,后来因为不肯入坠,最后解除婚约。 女方后来结婚,还带女儿去看费玉清演唱会。 另外白冰冰昨天9月28日,也在节目中感谢费玉清在她遭受丧女之痛时,连续两个月天天讲黄色笑话给她听,助她走出悲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